L-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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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sunshine I got the sunshine of the May J32中午價怎麼那麼慘 市場反應 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喜歡J32 像這種車就是我常常在講 冷門中的熱門車 你知道嗎 車價慘我們買二手車才好啊 它明明體質就是一台不錯的車 對不對就是比較好油而已 隔音也做得好 我覺得那個型也不錯對不對 然後內裝的這個質感也還OK 然後開起來的行車的質感也很棒 可是問題市場就接收度沒那麼高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要買二手車就要買這種車 你知道嗎不要去跟人家搶熱門車 沒有什麼意思 跨區購車有什麼缺點嗎 我覺得還好耶 我是不知道也許有啦 有些新車業務也許服務還不錯啦 但大部分在 大家這個瘋狂砍價 瘋狂比價的狀況之下 現在你要說新車服務能到哪裡 我覺得也許也蠻有限的啦 所以就是誰便宜跟誰買 所以跨區就 也很多人跨區啊 那我是不會跨區啦 如果我買新車我還是對於這個收入服務會有點奢求 例如我以前買賓士A250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是找最便宜的買 我就找南港最近的買 那我坦白說的的確確 我們像我去買新車 我們算半個同行嘛 那所以他價格會給我們有一些優惠 可是我們的優惠其實都跟你們消費者去買新車價格 可以折價的幅度其實差不多 真的啦我不是白癡喔我也研究過 甚至我跟你講 有一些消費者殺價強一點的 搞不好買的還比我便宜 都有可能 那為什麼我還是買 第一個我不想花那個時間去比價 比那個五千八千 那第二個當然我是以時間上方便就好了 那你說後面有沒有收入服務 其實我也沒有用到什麼收入服務 但是例如說那個賓士的業務 其實後來他也幫我很多啊 我一遇到什麼事情 關於賓士的事情我就會問他 他就會幫我去服務廠問 或者是我之前有一些這個其他客人的車 想要出保固的問題 我就問他他就會幫我處理 所以你說沒有服務也還是有啦 那進就方便嘛 小思哥如果要請你幫忙看車 紅包要多大包 不用啊沒有啊 我就沒有在幫人家看車 這很久之前講過了啦 我出去看車啦 我出去看車很容易被認出來 我被認出來講什麼好話壞話都不對 再來一個其實我也沒有太多時間去接這種case 而且其實我最早最早以前我有在幫人家看車 就是你在網路上找自售的 然後我去幫你看 一次好像不知道收兩天吧 可是你知道嗎 我後來覺得這也沒辦法接啊 因為沒有一次看到的車是可以買的啊 不是說自售都爛車不是喔 是消費者你在找車的時候 你一定從便宜的開始看 比如說你要找一台Vios 從20萬賣到30萬都有 你一定從20萬開始看 那從20萬開始看 一定是媽的有一些故事的嘛 那時候就有一個人他就是要找一台Vios啊 他說他今天約在內湖的哪個基點 哪個加油站 我就去幫他看 去看後面大撞 被胎盆 撞到被胎盆裡面 那我說 我不跟你講能不能買 我只能跟你講說 車子 這個看起來里程數是不是正確 已經基建的狀況不OK 然後這個哪裡有撞過 換過板件我都幫你看了 那你問我能不能買 我不能跟你講嘛 你要買多少錢 你要跟他出多少錢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好我只負責針對這台車來幫你做 做一個檢測跟鑑定 對不對 好一次看完了 好我跟他講 後面就撞到這個 被胎盆進去30公分 好大概這邊我就給他看 為什麼 我怎麼看的我也跟他講 為什麼 我看出來是這樣 好看完了 領個1500 2000我就走了 結果下一次他又在找我 又第二台又約在哪裡哪裡 我又去 然後東看起來車是沒撞 結果他踩一踩 你這車他之前有當過計程車 我也是針對這個跟車主講嘛 好這之前有當過 因為我看到黃漆啊什麼 我看到一些地方有黃漆 怎樣 那里程不準 好我也跟他講 媽又拿1500 又走了 第三次他找我說不要了吧 我說這樣子我都不好意思 媽一趟出去1500 2000 對不對 都看到這種 你都從便宜的開始找 我每台看到 我不是 我也很希望你買到好車 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我每次去看 幹都有事 我就跟你講 你都不買 你就覺得說母媽這樣不能買 到最後我都不好意思了 第三台你還要再付這個錢嗎 看到我怕到最後弄了10台 你都花了1500了 你還買不到一台車 對不對 這樣我怎麼好意思 第三次找我就說不要了 我說你這個這樣我會不好意思 當然你覺得很划算 但我覺得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不好意思 後來我就再也沒有接過這種case 我就覺得說這個 這樣接真的沒有意思 原車主在原廠保養有收據這樣買會比較放心嗎 有是有 但是也不代表這台車沒有撞到過或是沒有怎麼樣過 這有時候不能畫等號 因為一台車要注意的事情 不是說他有沒有定期保養或是在哪裡保養而已 他還有很多其他他用車的習慣 對不對 他用車的狀況 或者是車子有沒有事故過 剛剛有人問說泡水多高算泡水 我跟你講淹到地毯就算泡水 他有程度之分 但是你如果廣泛的說這是泡水車 只要淹進地毯裡就是泡水 一代X4會不會有很多問題 不會 他就零件比較貴一點 一代X4的問題大概就是發生在於 空氣流氧計 海洋感知器 或者是壓縮機 冷氣的壓縮機 或者是避震器 他變性很貴 因為我之後打算買二手車自己不會看 想說找車行專業維修技師去幫忙看 但不知道包紅包的行情 那邊有行情啊 你就直接問就好了啦 你要找技師 你就說如果拜託你幫我看一下 大概多少錢 可是這我之前高設施問這個問題 我之前也遇過 客人說什麼帶一個朋友來有沒有 然後這個說是修理廠的 什麼跟他爸爸幾十年的朋友有沒有 來我的二手車廠看車 然後鑑定車子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樣最好處理的 兩個方法嘛 第一個你就把它這個 趁車主不注意拉旁邊 請問一下這個要包多少紅包給你 他就比個一 他一萬 然後OK 好了 我跟你講這一定成交 而且價錢一毛都不給殺 因為為什麼不給殺 因為我要包紅包啊 好這第一種 那這個第二種 其實我是屬於第二種 我是屬於第二種 我到後來因為我店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過一個概念 就是我希望不管誰來買到的車都是一樣的好 一樣的價錢 所以之後呢 這個有發生到這個情形 修理廠擺明了要手伸出來的時候 那我就會直接跟他講說 沒關係 我車哪裡不好你直接跟你的客戶講 我的車哪裡不對哪裡怪 哪裡不好你直接跟他講 你看出有什麼狀況你直接跟他說沒有關係 我改進嘛 好你們看完你的客人 你們不買走掉了 我就把你看到漏油的部分 我就把它改進 你買我也會改進 但是有什麼你就說什麼沒關係 那我也曾經遇過一個啊 我不給他啊 他就看一看 那年輕人你知道嗎 很冷的 我告訴你看車 你們我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過 我們遇很多啦 帶一個朋友來說什麼對車很懂有沒有 然後要口口不給他有沒有 那看車在那個引擎室油門線就在那邊 你這樣媽媽很專業 我跟你講你以後下次喔 你有朋友要買車 你就可以拍胸脯 我跟你講車子 OK的找我 我幫你看一次比如說媽媽一千就好了 你去那邊 你就學你要賣多少我們的影片一樣 跟著走一輪 內裝方盤跟著都講一遍 會嗎 我現在在教你們賺錢喔 老師在講有沒有在聽 跟對老師在上天堂耶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賺錢你知道嗎 我們線上的5566 不是556 好 的會員觀眾朋友們 看我這台就是這樣 告訴你賺錢 不僅要讓你獲得二手車的小常識 讓你們以後買二手車更厲害我跟你講 還讓你們可以在二手車的行業賺到錢 對不對 你去你就照我這樣看完 然後 重點 重點一個 你一定要從引擎室裡面找到節氣門 拉油門線 這一定要做的動作 這個才是專業 在引擎室來 拉一下那個油門線有沒有 吹一下 那多專業耶 那個不懂車的人想說哇 好厲害喔 可以從引擎室裡面吹油門耶 我看我找這個朋友來找對了 你一趟收兩千一千就好了沒關係 你就這樣處理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朋友收錢 都陪他看二手車就好了 好耶 我告訴你這部絕對沒問題的啦 絕對是讓你們賺錢的啦 好不好 我現在報你賺錢的 我怎麼講到賺錢 好啦 對 他的口口我沒給他嘛 吹吹吹 看一看 你這個前面有 前面有狀況 他還不敢講哪裡 他就比一個範圍 你就前面有狀況過對不對 看到我說哪裡撞到 水箱架還是寶桿還是寶桿內鐵 還是大梁哪裡 我跟你講因為我知道他 他不懂嘛 裝懂嘛 媽還硬要說說我車頭撞過 我說好撞哪裡你說 他說就是比那個水箱架 那架子這邊有撞到啊 我說不然這樣好不好 不要說我說 這台車我把它送去萊茵鑑定 如果這個車頭有撞到 我這台車送給你 你朋友不用買 如果沒撞到你兩倍價跟我買 怕到 不是嘛 我的東西哪裡有問題 你直說 看沒有的事你不要講 我覺得那個沒有格調嘛 更不要說還有一些背後說的 會在我面前說因為會被肚炒 還有遇過那種在背後說 看完之後我們回去考慮一下 然後在背後 就跟他朋友說 我告訴你那台車 怎樣怎樣 不好哪裡不好哪裡怎樣 然後我跟你講啦 我在幫你找啦 我在找我一個朋友在賣這手車的啦 這間不要買 我就覺得這個客人很矛盾 他不相信我才找他朋友來嘛 回去以後看完回去以後 他朋友跟他講不好 他還不相信喔 他還跟我講 小師哥 我剛剛我朋友去看說 你那台車哪裡怎樣哪裡怎樣 我說哪有 都沒有啊亂講 我覺得這個人身邊沒有一個可以相信的人 他不相信任何人耶 所以關於這種事 這種故事我們真的其實蠻多的啦 之前很久以前我常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找董車的朋友都沒有關係 找祭司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確認 他是不是有夠專業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你一定要確認你們的關係 夠不夠好 他有沒有可能雙邊拿 有嘛 很多中間人就是喜歡雙邊當好人嘛 這是當中間人最必要擁有的一個技能 有人是裡外都不是人 對不對 但是當這種中間人就是怎樣 你要裡外都是人 你不能有一方當壞人嘛 今天沒有檳榔城有祭司城 不要檳榔很累啊 那個演藝集我要修八天你知道嗎 好不好很多很重要的啦 除了這個我剛剛講的除了 這個引擎室拉油門線 還有一些動作一定要做到 壓壓膠條嘛 看看螺絲這基本的 你們常看影片就知道 對不對 還要開水箱蓋 蓋他不要傻傻開竹水箱 開附水箱喔 有一些封閉式水箱的那種 你也不要熱車再開喔 很白髮的 竹水箱打開 你叫撞到 你怎麼會的事情 別說小師把你蓋 但是像Focus的塑膠附水箱 或是一些浮濕的塑膠附水箱 他也是有壓力的 所以那個也不能熱車的時候開 知道嗎 還有剛剛講的坐上車 冷氣溫度調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喔 一定要去那邊放手煞車 踩著煞車 錄檔看看 有沒有錄D檔 錄R檔 要弱有所思 至於頭腦想什麼不用 你可以想晚上要吃什麼都沒關係 你就錄一下D檔 然後有時候時而長嘆一口氣 頭歪一邊 R檔 眉頭伸鎖 假裝在思考 好啦OK啦 打P檔 有沒有 若有所思 OK 想要這個幫朋友看車 要記得我剛剛上述講的 所有的這個Mega 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有的板件都要打開 引擎蓋 後車廂蓋 四個車門 都要打開 都要看膠 看螺絲 對不對 必要的時候水箱 中指剩下去沾一下水 然後填無名指 嗯 速度要快一點 不然被發現 我會合不 我已經把我的這個 畢生的絕學啊 在這五分鐘都教大家了好不好 要確定他沒有在看小師直播呢 不要一講 小師直播也有看 Focus2.5柴油有什麼需要注意 沒有我跟你講 你買任何柴油車要注意的東西都是一樣 所有的管路 包含這個那個叫什麼炭灌 一定都要非常乾淨 看前車主有沒有定義在清 有一個說法是 其實柴油車里程太低也不是好事情 但我們當然也不是因為這樣要叫你去買很高里程的車子 至少這個車子要平時有在使用 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 50萬7人做5加2或正7都行 5加2很少啊 就那些而已啊 你就一樣啊 我跟你講啦 因為太多人問我這種類似的問題 我這邊統一可以跟大家講 因為我不太知道說 你們每個人的經濟狀況啊 或者是你用車 你對於車的感受到什麼程度 那當然我起初接受到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我預算多少錢想要買一個代步車 我預算多少錢想要買一個什麼車 其實我覺得一個統一的回答的說法 其實我也回答過蠻多次 如果常看的人就會知道 你很簡單 你以經濟為出發點 就是選能見度最高的 日系的國產的 下去一台一台挑 你要5加2 五大品牌要哪一些 你就把它列出來 就大概這些而已 那當然你要再跳級 往一些Maskoda 或者是一些這個Infinity 像我的QX50 對也是7N座 對不對 可是那個排氣量更高啊 或者是有CX9 CX9的話 50萬CX9 屬於比較舊的舊款 我就不會很推薦啊 因為他的零件就很貴啊 可是我會很喜歡啊 因為我覺得CX9CP值很高啊 就是因為他零件貴 CP值高 所以他二手車很便宜啊 你用很便宜的價格就坐擁這個 一兩百萬的豪車 然後你再來所需要的負擔 就是他後面比較貴的保修 其實層面蠻廣的 但是如果一律 你是對車沒有太大的感覺 你只是想要5加2的空間 或者是你有這個載人的需求 那很簡單 你把日系國產車列出來 Cienta Cienta太小 馬自達5 或者是這個WISH 或者是這個PREVIA 5加2能找的車其實很少啦 其實我記得上個禮拜 後來就討論過5加2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的七人做5加2 手指頭數都數得出來 全部列出來 那你就大概知道你要選哪一台車了 抬頭顯示器 含水溫那種有需要裝嗎 可以裝啊 可是 但是要注意喔 我遇過幾個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BNW218 我那時候有裝抬頭顯示器 也是這種含水溫的 時速的 後來我是不是貼掐 但是我某個程度 懷疑跟這個有關係 但這沒有辦法證明 因為我不敢再裝上去開 我怕又貼掐 但是我貼掐這個案例呢 在其他車友 沒有裝抬頭顯示器的人 也發生過一樣的案例貼掐 所以並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說 是因為我裝了那個抬頭顯示器 因為是外廠的嘛 一定都買R6載貨嘛 現在那都R6載貨嘛 但是沒有直接證據 但是我懷疑嘛 我有懷疑 那的確因為我也遇到過其他案例 例如說 VOLVO的車款的電池 你包含加了這個外接的這個OBD2的這種 抬頭顯示器 都有可能造成電腦的錯亂 損壞 屌恰 我沒有遇過 所以之後我們VOLVO都不幫客戶裝這個東西 你要你自己買來 我可以幫你裝 從我這邊說我不要 改影音也是一樣 沃爾沃的這個 對於外面的這種相容度 其實真的不高 因為你插OBD2 其實有侵入到他電腦裡面 去讀取他裡面的數值 然後還有第三個車型 就是這個Focus Focus我曾經吃過一次虧 就因為我們幫他裝個抬頭顯示器 他掉家了 他就說小師我跟你買車 三天就掉家了 我要退車 結果後來 他掉家第一時間 我們也都是去幫他安排去救他 好沒關係 你的退我就把你收回來 OK 後來送長衣檢查就是 抬頭顯示器造成他電腦錯亂 就這麼簡單 沒有東西壞掉 所以之後我就交代我們的 裡面的工作人員 這些我們遇過了嘛 我們有這個經驗 我現在這個分享給大家 你如果裝到一些品質不好的 當然也有人說 我裝個抬頭顯示器沒事 有一定有 而且很多 但是有沒有可能 那抬頭顯示器 可能他是機王啊 或者是那抬頭顯示器 他裡面的廠牌啊 或者是他出廠的東西 就有問題啊 我不曉得 但是有沒有機會 有 造成整個電腦錯亂 鎖起來 好這個我們是遇過 而且我還吃過虧 我還把車收回來 結果後來一查起來 車完全是正常的 就是被抬頭顯示器 弄一個電腦錯亂鎖起來 就這樣 好像電腦化 已經很普及了 很普遍 但是這一種要外接式的 跟iPhone一樣啊 他周邊他也要賺錢 你要買我晶片 你才可以充電啊 你今天你想買充電線 你就要來跟我Apple買晶片啊 所以他們是一直在想辦法抵抗 這些外來的東西的 我覺得啦 你插到非原廠配件的時候 他有沒有這樣的技術力 去把你鎖起來 有一定有 所以這個建議大家要加一些 外場的配件的時候 尤其是要插到OBT2裡面 跟電腦有做連接的時候 這一個動作 這些時候 你們都要特別的注意 全景天窗要3萬 實際用起來有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啊 沒有天窗是這樣啊 讓你開車的時候沒有壓迫感 享受一下陽光的照射 我是屬於喜歡天窗那一派 那當然這個不喜歡天窗那一派 大概就很多人有很多種說法 為什麼這個是以前這個二手車商發明的 或者是這個新車公司的業代發明的話數 比如說消費者在參考的車同時 小師啊我是想買你這一台 可是我去哪裡哪裡看的那一台都有天窗 你這台都沒天窗 我沒有天窗怎麼辦 客人在嫌我車沒有天窗了我該怎麼辦 我要講一個說法嘛我跟你講 天窗那種東西不要 天窗久了就漏水 而且我跟你講有天窗容易什麼 有風切身 你晒起來會很差 然後再來一個我跟你講最重要的 你想想看 一個車結構好好的蓋一個蓋子 戴一個帽子在車底 開了一個洞 你不覺得整個車的結構都變差了嗎 以前人家說敞篷車 對不對比較軟比較危險 為什麼 因為敞篷車少了一個帽子 對不對 那整個車不像個籠子 牢牢的保護住你 對不對這個籠子上面開了一個洞 危險 對不對那一撞 夾心餅乾 真的 雪肉模糊 天人永隔 天國進了 然後天窗 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 對於我來講的話 我小時候 一台車有天窗就代表是一個高級車的象徵 很好的車子或是很好的配備才會有天窗 為什麼天窗要加錢 它是一個好的配備 那用得到就像我剛剛講的 可能有人喜歡這個 抽菸的 有抽菸的 或是喜歡太陽光啊 芬多金啊 吹吹風啊 很想和你帶去吹吹風 而且偶爾對不對 觀音作連的時候 不會有高度的限制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好不好 首先你要先有個女朋友 所以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沒有什麼一定的答案 Lessus L640 太大了啦 460而已 好癢嗎 怎麼可能好癢啊 那是開爽的 不是開好癢的 不過以爽度來講的話 當然它比起 你其他要買 比如說A8 賓士的S 或者是這個VDM的7字頭 跟他們這些比當然好癢啊 而且超好癢好不好 好癢的Core8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看直播你才知道 那一台LS460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我剛開始拍 YT影片的那台460 泰山是不是同一台 是同一台對不對 就我剛開始拍YT影片 我好像拍過兩集 LS460 他買了以後 他常年經商在大陸 然後回台灣的時候偶爾開而已 然後他真的 因為最近這個疫情的關係是什麼 他真的不太能回來 所以他就 那已經兩年超過了 他跟我買兩年超過 他就賣回來給我了 所以基本上那個車 當我們回來還是又再整理過一次 可是這個當中 他應該也沒有花到太多錢在他身上 ROG環保材質好處理嗎 不會啦環保材質其實都一樣 就是花一點錢整理 他有分 一種是用噴漆的 那噴漆的可能他 比較不會那麼耐用 可是好處是你不用去拆儀錶板 那還有一種就是 直接把儀錶板皮整個換掉 那那個就是 好處就是一勞永逸 也會比較好看 但是就比較貴 我知道 我跟你講儀錶板拆過 有時候還是會有風險 螺絲一顆兩顆 還是鎖點怎麼樣 或者是拆下來鎖點有裂開 一定都會發生 所以有時候拆開要裝回去 有可能會有異音 I guess you say 我今天好像準備題目 來來來 案例案例好不好 有人問說今天有案例嗎 今天有案例嗎 我每天都有兩例好不好 我都帶著跑來跑去 等一下 這個是觀眾投稿好不好 來念給大家聽 因為一年半前在Toyota的CPU 購買認證車 我直接就唸出來 應該是觀眾投稿的好不好 這個不是我講的 非本台立場 當初看車時 確實車子是有看過這些資料 後來交車時中古車部門 他說什麼資料你知道嗎 出廠證 車子都有一個出廠證 他說他在CPU買的時候 有看到出廠證這項資料 後來交車的時候 他問那個中古車部門的業務 業務說資料拿去貸款申請 等到你這個貸款清償完之後 貸款公司會把這個 什麼排登書 出廠證都寄還給你 結果呢 就這樣 車主開開開 開到貸款都清償完了 後來貸款公司 沒有還他這份資料 然後他又回去問那個業務說 你當初不是說出廠證 押在這個貸款公司 現在我都已經清償完了 貸款公司也沒有這個資料 然後業務才說 不好意思啦 那個資料過戶的時候被奸領戰弄丟了 就這樣 這就是什麼 先拖再講 那出廠證來 為什麼他會跟我講到出廠證這件事情 因為你很多消費者你在賣車的時候 這個我也遇到過很多的消費者 在線上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小四哥請問一下 我是什麼車 我的出廠證沒有 我車賣掉 對方要扣我幾萬是合理的嗎 像我最近遇到一個 HRV他賣車的時候 結果他沒有出廠證 被對方扣了5萬塊 那這個客人他就有傳訊息給我 因為最近搬家忙 我都會比較晚看訊息 他就問我說 請問一下 HRV沒有出廠證被扣5萬合理嗎 那我可能隔了一天我才看到那個訊息 我就說 如果是我 我是不會扣到5萬 然後他才說不用 已經來不及了 我已經被扣5萬了 就是這樣 好不好 其實我自己覺得 出廠證沒有要被扣錢這件事情是 古早以來車商流傳下來的一個系統 這個講法是說 出廠證只有在你出廠的時候會發一個 上面有寫你的這個在哪裡製造的 寫上你的車身號碼 引擎號碼 是哪個年式的 因為這不見是不能補發的 沒有辦法補發 所以這個都要扣錢 那我自己我坦白說 國產車有什麼好扣的 因為這個車從頭到尾都在台灣沒有出去過 我是不太會扣錢 我覺得這是這樣 很簡單 我今天我跟你買了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客人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講車商都這樣 客人也會 他跟我買了一個東西以後 回來他會卡 對不對 買回來說 小四 我當初買的時候 我沒看到這邊 有被畫一條線 那一定是我訂了以後才畫到的 好請問一下 他已經交車 他回來講這句話 你覺得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想扣錢嗎 他想要拗我考那個東西 要不然他怎麼一口斷定說 我買的時候沒有 我交車才有的 那請問一下 你可不可以提出證據說 你看車的時候就沒有這條線 你有拍照嗎 那我站在我立場 我說哪有 你看車的時候那條就在了 你看完你說OK啊 我們服務業我們不能這樣嘛 對不對 客人回來說 小四 你這邊一條線 好吧那就給你扣 好那我幫你弄 還是我給你扣錢 扣3000 比如說 我們也只能這樣啊 不然呢 所以當 我跟妳買了車 我跟妳講好價錢 好 我跟妳買了這台車以後 我跟妳要資料 結果妳缺資料 被我打到機會了 扣錢啊 對不對 一定扣的啊 能多扣怎麼可能少扣 他只是一個契機而已嘛 那至於說 講難聽一點啊 他賣給下一個人 沒有出場證 下一個人 交費只要扣五萬跟他買 他也不賣啊 這是車商的說法嘛 我出去收車的時候 你沒有出場證 要扣五萬 要扣三萬喔 扣到了以後 我回來賣 我還是賣原價啊 然後我交車的時候 客人說 怎麼沒有出場證 沒關係啊 這出場證沒差啦 你塞車就是看行銷 哪有人看出場證 哪有差 也有白天還可以過 那出場證就不重要啊 然後說 如果以後賣 被人在扣錢怎麼辦 不用 沒關係 你以後車買賣 你塞車回來買我 我絕對不會把你 靠出場證的價值 好 所以就有這種情形啊 要不要跟你們講更深 我剛剛講國產車沒差對不對 進口車就有差了 因為進口車在國外製造 一些雙B的啊什麼 我跟你講一個絕招要不要 有些齁 不要這應該在會員頻道講 這很深入耶 假設我賣一台賓市 我交車的時候 我沒有給你出場證 我把出場證 刀起來 就是我老了沒給你 然後你交車如果你沒跟我要 或是你沒發現需要這樣東西 你就資料交一交 反正車尾是我的名字 行照哪一哪你就走了 或者是說 你跟我要出場證 你跟我買車 我交車給你的時候 你跟我要說 沒有沒有我跟你說 出場證抵押在銀行 你貸款完了他就還給你了 你就不宜有他 你是不是就交車走了 等到你開兩年 你要換新車了 結果你去估車 結果對方跟你說 你這沒有出場證 要扣5萬扣10萬 當初出場證他跟我說 我貸款完清場他就還我 也沒還我 那你是不是就回來找我了 小事 我最近要換車 我要賣車才發現 我車沒有出場證 對方跟我扣10萬 因為進口車要扣多一點 你賣車 怎麼不賣我 沒有我就想說我家那附近好處理 沒關係 你賣我 我不會跟你扣錢 你簽來他跟你買多少 他跟你買多少 他就跟我估80 現在跟我扣10萬剩70 不用不用 我一樣80跟你買 你簽回來 你簽回來賣我 他就簽回來賣我 出場證在我家裡的書櫃裡 拿起來 倒起來 合體金剛 剛才一組 有沒有 所以這還有另外一個 就確保什麼 客人賣車的時候我會知道 所以這個 反正不管是哪一種 我自己是這樣 國產車的出場證 當然我希望 你賣車給我的時候 有是最好的 當然沒有的話 我覺得一台HIV差到5萬 我是不會這樣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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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講到原廠CPU 我順便 我今天又遇到一個關於原廠CPU的 那這個雖然也是真人真事 但是因為是這個消費者口述 那我沒有證據 我就不要講哪一間了 好不好 我就不要講哪一間了 也是原廠CPU 所以我今天孤一台車 我說這個 陳先生 你這兩片門好像有 換過門皮 不是 我不是今天講陳大哥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客人真的姓陳 不是嗎 我要召喚陳大哥 我說陳先生 你這兩個門皮好像 有之前有撞到過 有換過門皮 他說沒有 我開兩年多都沒有 我說可是確實我們用儀器 我們現在有 我們有時候會拿那個漆摩儀 用儀器測 或是我們的鑑定是確定是有的 他說我當初兩年多前 我是在原廠CPU買的 我說他沒有跟你講嗎 他說沒有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客戶這樣講了 很多的客戶去CPU買車 有換板件CPU都沒有說 我真的很懷疑說為什麼 是招牌比較大還是 這個律師團隊比較強還是怎麼樣 我就覺得幹為什麼他們可以賣車 板件有換可以不用講 我們賣車是板件有換要講 而且要登載在定型化契約上的 你知道我多怕去用高的 我們招牌比較小支 我媽比人家怕 我們可能律師團隊沒有人家搶還是怎樣 換個板件一定要跟客人講的啊 因為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不是說有換過板件不能買 我一直在跟大家灌輸這個觀念 只是價錢不一樣 你換過板件你還要買比較貴 我來買不換過板件的就好了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有原廠的那個CPU的信仰 他就覺得說原廠的招牌大 我跟原廠買 這個原廠的服務 享受原廠的服務等等的 有人有這種信仰那另當別論 那他們可能也就是因為 很多人有這樣的信仰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可以不用講 很神奇 我們中午車商辛辛苦苦建立起來一個標竿 現在有那麼多的認證機構 萊英也好 什麼什麼SAFE SUM什麼 大家都有制定一個認證的標準出來 那我們所有不管哪一間 民間的任何一間 我們這些二手商任何一個認證 每個人都把換板件視為說 這個是車子的一個瑕疵 你賣比市價高 但是有換板件你有跟客人講 客人願意都沒關係 但你要告知 但是你身為一個原廠的一個大公司 你雖然也是民間企業沒有說 但是你是一個財團 你是一個大公司 為什麼你賣二手車你可以不用告知 當然我不確定是不是客人唬爛 你知道嗎 我在這邊講 也有客人會唬爛的 他可能覺得 一開始你問他你車有沒有碰撞過 沒有沒有沒有 結果被你查出來說 那門明明就有 可能是 我買原廠認證中午車 有可能是我買的時候 他沒跟我講 有沒有這個機會 一定有 但是有沒有機會是原廠沒講 也有 因為我聽到真的很多次 好不好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覺得 並不是你到任何原廠認證 你就不需要注意這些事情 你還是得要保護一下自己 因為最直接影響到就是你以後賣車的售價 你們要記得 你們要記得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有換板件 有當過計程車 有泡水 對不對 合約都要登載對不對 我跟你講 有一個最厲害的 這個手法也是很高明的 就是你在買的時候有沒有事故 沒有 有沒有泡水 沒有都沒有 都夠沒有 有沒有當過計程車都沒有 好 然後你去交車了 你當時簽的合約是一四兩份 一份是這個車 買車的人留存 一份是賣車的人留存 對不對 好 等到你要去交車了 交車要點交 對 陳先生你交車記得把你的這個存跟聯拿來 我們要寫一下交車時間 幫你寫一下款清交車什麼的 對不對 合約交車還要補一些東西上去 你要記得帶來 這是一個交易的憑證 好啦你去交車了 那個陳大哥你的車幫你美容好了 都放在那邊 等一下我們先 我先跟你寫一下這個合約 寫完我們再去慢慢點交 你存跟聯借我 疊起來嘛 寫交車時間 這個款清呢 我幫你寫款清交車 這個時候 他就有另外一個同事就來了 陳大哥 不然這樣陳大哥 你先 我同事先帶你去點交一下 檢查一下車 你看車什麼問題 我在這邊慢慢寫 你先跟我同事去檢查 然後同事就帶著 要交車的車主 去檢查車子 然後他就在裡面補 此車成為營業車 以告之以方 此車 車上曾經死過人 而且死三個 以告之以方 他就補上去你知道嗎 然後他點交完回來 存著臉折一折 好了我幫你寫好了 存跟臉 恭喜你獲得一台好車 交車了 這個以後有什麼問題 不要回來找 不是啊 歡迎來找我 再見再見 開出去 所以要 這個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你到哪裡去 你跟人家做有簽訂合約的東西 你合約絕對不能離開你的視線 對 收回去那個更誇張了 消費者跟我反應過 他第一次買車什麼都不知道 交車以後 那個車商就把合約回收了 然後發生問題 車子是什麼他的大狀的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回來 求助無門 小四個 我是這樣的 我買了一台車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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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這個車商不理我 我說你合約書咧 他說 什麼合約書 我說你沒有簽合約書嗎 有喔有簽啊 可是交車他收走 我說你身上 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可以證明你跟誰買的 買多少錢 然後他保證了什麼 沒有 我沒有合約書 合約書他收走沒給我 這個我也遇到很多喔 越年輕的 越不懂事事的 越容易發生這種情形 他不知道買車 要有一個合約存體喔 後保桿有擠壓到 烤氣修復會影響二手車 不會 保險桿他做塑膠的 就是要給你可以更換的 他就是一個耗材 那會影響車價是保險桿裡面的內鐵 通常你如果撞到內鐵 有凹 有更換了 那可能就會影響車價 所以這 你看人家TOYOTA多好 很多 人家很多廠房 不裝內鐵就沒事 你撞到辦法直接破掉啊 不用換內鐵 換保險桿皮 都不會影響二手車價 多好 多替消費者著想 嫌人家FIT沒有內鐵 那是為了你好 做了內鐵 你萬一撞 撞保險桿 結果撞到內鐵彎掉 完了 更換保桿內鐵影響車價 不給錢就不算票 不裝內鐵就不算撞 想買的車只有標榜強力過鍵車商有賣 要注意什麼 我這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了啦 就是 他PO出來的廣告 他主要的訴求 不是在他車況有多好 而是在他強力過鍵這件事情 那這個廣告其實很明顯了 他想要抓住一些沒有錢的人 只要誰能夠讓我強力過鍵買到一台車 我就跟誰買 所以自然而然 車況上面 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他知道來買這個車的人的訴求 不是在車況 不是在里程很低 他的訴求是在於強力過鍵 我只能用這種比較RUFF的方式 講給你了解 好不好 所以自己去注意一下 NX跟RUFF之間值60萬價差嗎 看你是在哪個角度看的 你站在嘻嘻的角度 有啊 沒有用料一定還是有差啦 但你至於說值不值到60萬 其實我覺得對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有人對於內裝的質感 沒有那麼有感覺 有人對於車子裡面的隔音 真的沒有那麼有感覺 那他一定覺得不值得 你要看看中間的這個差異性 有人對於品牌也沒那麼有感覺 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會啊 他覺得像我很講求內裝質感 我對於隔音有一點點龜毛的 有可能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個駕駛是可以的 差不多了 好啊到10點半我們就下課了 拜拜 大家晚安